天啊 天啊 好 好 好 奮力一回 場合觀眾歡呼尖叫 同學一路狂奔 打出一支二壘安打 二壘安打 回本隊友好 氣血多強 目前在下一個人 不只同學在場上玩的盡興 就連家長也不是蓋的 照樣打出安打 讓比數始終不分上下 這種刺激感 讓家長回到童年的感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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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這麼熱 大家赤腳上陣 有的同學乾脆脫掉上衣 直接出場 他們選擇不在家吹冷氣玩遊戲 而是跑到戶外 感受棒球比賽的刺激感 這就是自己做的 真的喔 都自己做的 這是什麼 來 看一下 秀一下 這是什麼 護具 到場外仔細一看 同學們手上拿著的 還不是現成的球具 用牛皮紙 摺出自己手套的形狀 球棒是用竹子直接砍下來 而捕手身上的護具 也是用紙箱剪裁而成 最後連棒球 都是用紙團捏出來 再用膠帶包得扎實 又密不透風 這樣的東西 在古早的年代 就是用這種自製的方式 每天在球場上練習 甚至是當年的 紅葉少棒隊 也是這樣練出台灣之光 雖然最後同學和家長 打出6比6平手 但不管對誰來說 這樣的古早味模式 不只讓同學 多一份可貴的經驗 也讓家長們再次感受到 熱血的清純滋味 記者林醫生尋新宜蘭 採訪報導